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最喜欢这个游乐场了 在一年级的学生当中 独木桥走得最快的是浩杰同学 第三学期到了 一个降了厚厚白霜的早晨 浩杰来劲了 这种独木桥 我单腿蹦就能蹦过去 可是 没等他走几步 啊 是的 浩杰滑了下来 摔断了骨头 原来独木桥上的霜结成了冰 浩杰被送到医院 还动了手术 从那天开始 游乐场就被一大把锁头给锁住了 谁也别想进去 春天到了 浩杰又变得活蹦乱跳 他已经上二年级了 校长也换了一个人 可是游乐场的锁头还挂在那里 五年级的高红责怪地说 都是你惹的货 你看怎么办吧 浩杰咬着嘴唇一声不吭 这时候 四年级的小黛 站出来维护他了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得想个办法 把锁头打开 一旁的光勇和美智也赞成的说 对 我们得想个办法 这时候 从校长室的窗户里 伸出来一个脑袋 是新来的校长 明天是好天气还是坏天气呢 反正他望着天空 浩杰好像想到了什么 朝窗户那边跑去 哎 校长 那个 那个 请把游乐场的锁头打开吧 浩杰的脸都在发烧 求求您了 从后面跑上来的小黛 也跟着说 求求您了 校长 校长好像吃了一惊 没有说话 然后他做了一个手势 让他们都进来 他们还以为 校长会把锁头给打开呢 想不到 校长却露出一副捉弄人的表情 我可是一个喜欢宁静的人 你们越是求我 我就越不想打开 说完 校长就从桌子的抽屉里 拿出一个奇怪的东西 玩了起来 是 纸陀螺 陀螺发出声音 转了起来 他给浩杰他们每个人发了一个 先让绳子一圈一圈的拧起来 往两边这么一拉 然后再一松劲 校长一边说明 一边给他们做示范 看上去很简单 可是浩杰他们的陀螺 就是转不起来 校长笑了笑说 要是你们能转起来 我就答应你们的请求 真的吗 当然 浩杰按下决心 一定要转起来 给校长看看 第二天 浩杰他们兴奋地 跑进了校长室 校长您看 可是你猜怎么着 校长一下子 转起了两个陀螺 表演给他们看 浩杰他们吃了一惊 佩服得不行 校长又给了他们 一个人一个陀螺 用脚站陀螺太难了 这可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做到的 花了三天的时间 总算是学会了 校长您看 浩杰他们得意洋洋地 冲进了校长室 可哪里想到 校长嘿嘿一笑 这一回 赚起了三个陀螺来了 啊 太厉害了 三个 浩杰他们又一人 领了一个陀螺 退了出来 两个都费了那么大的劲 三个 对呀 三个根本就不可能了 我退出了 小代气呼呼地回家了 可是浩杰不甘心 我要再试一试 高红他们和浩杰一起继续挑战 刚才差点就转起来了 实在太难了 小代回到家里 他们家有一棵大柿子树 院子里落了一地的柿子 好像一只只小雨蛙 对了 我用这些柿子做一条项链吧 这可是奶奶教给她的玩法 第二天早上 小代把项链 悄悄地放在了校长的桌子上 她是想告诉校长的是 你看看 还有这样的玩法 你会吗 哼 这一天早上呢 校长登上了早操台 她的脖子上 真的是挂着一串青柿子项链 今天早上 有人送给我一个这么好的东西 谁送的 我想对她说一声谢谢 请举一下手 可是没有人举手 小代也没有 那才不是礼物呢 你还把它当礼物 小代把脸扭向了一边 浩杰他们后来花了五天的时间 终于能转三个陀螺了 可哪里想到 校长这回转起了四个陀螺 他脸上挂着一副 有什么问题吗 这种表情 把四个陀螺转得嗡嗡耻响 四个 这一下 大家彻底泄气了 高红把伙伴们都叫到了寺院的院子里 转四个陀螺 我不干了 我要当一个踩高桥的高手 让校长瞧瞧我的厉害 可是不管怎样 一定要让他把锁头打开 光勇和美智也都生气了 可是浩杰没有灰心 他今天也在默默地练习 转四个陀螺 傍晚的时候 校长回家经过寺院 他偷偷地朝里边望了望 哦 没有人看到他 小黛呢 用从寺院里的土墙上采来的蒲公英 做了一对小偶人 他把他们摆在了校长室的柜子上 但是 我可声明一点 在小黛看来 这可不算什么礼物 他只不过是想向校长炫耀 我也有我会玩的东西 后来 又过了好多天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他们把校长叫到了寺院的院子里 浩杰坐在石头台阶上 灵巧地转着四个陀螺 高红他们踩着高高的高桥 大步大步地走着 还时不时地来一个单腿蹦 而小黛呢 摘来叶子 啪啪地拍着在一边助威 哟 可以呀 校长满意地点点头 那请你打开游乐场的锁头吧 大家轰得一下 把校长给围住了 好吧 就开一会儿 就开一会儿 校长朝操场那边走去 大家超过了校长 朝游乐场的大门跑去 锁头终于打开了 浩杰冲在了最前面 校长也跟在大家的后面 小心地走下滑梯式的陡坡 穿过树丛和藤蔓 来到一块大岩石的下面 大家钻进岩石的一个个凹坑里 装成土地神 请把游乐场还给我们 土地神们一起低下了头 不行 要等下个星期的教员会通过才行 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们 校长脸上还是一副说不准的神情 就这样过了八天 游乐场的锁头打开了 高红提醒说 浩杰 你可别再惹祸了 我保证不会了 浩杰站在独木桥上 开心极了 而小袋的兜里装满了野豌豆 拧劲还真管用啊 小回子想个什么法子 捉弄它们啊 校长听着从游乐场那边传来的声音 心里好开心 就在这时候 从窗户下边传来了草笛声 噓 噓 噓 这是野豌豆做的草笛 校长偷偷地瞟了一眼 啊 三个人转过身来 他们的上下眼皮间 撑着细叶一亩草 校长吓了一跳 随后大笑起来 浩杰它们也笑了 果然是你们 项链和蒲公英偶人 原来都是你们 谢谢 校长也要了一个草笛 可是 校长 明天做早操之前 一定要吹响哦 要吹给大家听 浩杰和其他孩子们 给校长留了作业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 校长的草笛还是吹不响 校长请求说 不行啊 还是你们替我吹吧 于是高红和小黛走到麦克风前 吹出了月耳的笛声 在草笛的伴奏下 浩杰和校长转起了四个陀螺 操场上响起了一片喝彩声 从这一天开始 草笛和纸陀螺开始大流行起来 校长 您会吹了吗 大家跑到校长室去问校长 那个呀 咱们也吹不出声音来 能不能等明天呢 校长挠着头 等到明天 等到明天 可是都等了一个星期了 校长还是没有吹出来 不过他每天都在努力地练习 你猜校长最终会吹出草笛声吗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告诉你 不是谁 都可以把所有的本领学会的 你也有大人不会的 小本领 对吗 爸爸加油 董鸭姨明天接着给你讲 跟她是先象先回来的 我猜猜季明天接着给你 感谢观看